這題他說,做簡學運動的這個物體 他的位置跟時間的關係,有這樣的關係 那麼他會說,第一個正虎為何 正虎的話當然是這個 不過的話,這個東西的話,是這個什麼呢 參考員在什麼,在Y方向的投影 那他的初始角是六分之拍 這個參考員,他物體指點,是從這裡開始跑 然後投影在Y方向的影子 他的位置就是簡協運動的位置 他的速度投影過來,就是簡協運動的速度 交度投影過來,就是簡協運動的交度 現在他是從30度,六分之拍開始跑 好,那現在的話,他這個正虎 R R的話,就是等於這個10 R等於10 我們看B B的話,他會周期多少 他就是角速度 這個是Omega 現在Omega等於多少 Omega是三分之拍 所以他的那個周期 周期T 就是二拍 圓周運動轉移圈 角度是二拍 處於什麼呢 處於這個角速度 這個是等於二拍 處於三分之拍 這個等到 這個是等於六 所以他的周期是六秒 現在我們看C選項 C選項 C選項 T等於三秒的位置 就是說 X三秒 這其實最好可以把它寫Y 不過我們X是指的是這個方向 3秒的時候等於多少 來 我經過三秒嘛 經過三秒的話 這個角度多少 Omega現在是三分之拍 OmegaT 這是增加幾度呢 就是那個三分之拍 那乘以3嘛 所以是180 OmegaT是180 就從60度 有沒有,從30度這裡 增加180 跑到這裡來 跑到這裡來的話 投影到這裡來的話 等於多少 投影到這裡來的話 這個180 這個是30度 這也是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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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六分之拍 那六分拍30度的話 所以是1比2 所以這是二分之R 不過現在是戶的 位置戶的 因為正的是戶的 那R的話是10 所以事實上是等於戶五 也就是x3的話 是要等於戶五 或者是你直接戴進去也可以 直接戴進去的話 就等於多少呢 10 那乘以多少 3 3 3 那乘以3 加6分之拍 那這個哪 這個是等於拍啊 拍加6分之拍是等於多少呢 就跑到什麼呢 跑到第三項線嘛 3是變戶的 所以是戶的10 3 6分之拍 6分之拍就是30度嘛 330度是1分之1 所以是戶10 乘以2分之1啦 所以是戶 所以答案是戶五 或是你用參考員把它投影過來也可以 再看 第一 第一 第一的話 它會說 t等於3秒的速度 t等於3秒的速度 好 我們曉得說 這個 它的最大速度是等ω 然後把它投影在哪裡呢 投影在方向 那投影在方向的話呢 就是這個 這個速度啦 這個速度多少呢 這個是6分之拍嘛 所以這個到 這個也是6分之拍 或者是指這個 這個是3分之拍啊 60度下3分之9度嘛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v 這個v v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rΩ 那3的多少 360度啦 這3分之拍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rΩ是多少 rΩ是10 rΩ的話 rΩ的話 是多少呢 是3分之拍嗎 那再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 是60度 360度是2分之跟號3 所以這是5啦 所以是3分之5跟號3拍 3分之5跟號3拍 r方向是往下 r方向是往下 所以是戶的 這是戶的 所以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齁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齁 這是戶的 戶的齁 RΩ 乘以3多少呢 3分之拍啊 所以這樣等於 這樣是等於 戶的 3分之5跟號3拍 所以是等於多少呢 戶的齁 3分之5跟號3拍 這d 再我們看呢 這個1 1的話 他是問說 t等於3秒的焦躍度 3秒的焦躍度 等於多少呢 3秒在這裡嘛 那焦躍多少 這個 圓中運動的焦躍度 跟向天焦躍度 這是r 我們要改變嗎 把它投影在什麼呢 投影在外方向 投影在外方向 所以是rΩ乘以2 3 這個 6分之拍 他是正的 所以這個 1 第三秒的焦躍度 是等於r Ω乘以3多少 3 6分之拍 6分之拍是30度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r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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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分之五拍平方 是往上 第三秒末的話是往上 這1的話呢 是正的九分之五拍平方 再來我們看 這個1 再來看F F的話 F他說 由運動開始 運動開始的話 時間等於0的話 減血運動在這裡 從這裡開始跑 上去以後再下來 那對你的沿著運動 從這裡開始跑 自平衡點時 會至少需要多少 從這裡開始跑的話 到平衡點的話 要轉到這裡來 轉到這裡來的話 減血運動是上去再下來 跑到這裡 需要多少時間 從這裡轉到這裡 這轉了多少角度 這轉了180 減到30 就150 就六分之五拍 六分之五拍 西達是六分之五拍 所以需要多少時間 需要的時間 需要的時間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六分之五拍 六分之五拍 除以Omega Omega的話 就三分之拍 三分之拍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三一三一三分之六 二分之五秒 就二點五秒 所以二點五 所以F的話應該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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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F的話應該選一